你灯要加够啊 泰苗 去找哈勒你确认一下 明天晚上的香槟 好吧 谢谢 不错 会场布置得挺有气氛 董事长果然没看错的人 应该说是你教得好 我以前都是丢三落四的 是被你骂出来的 你记得以前 泰苗 VIP的客人都确认过了吗 邀请函都已经发出去了 客房部的人在帮忙布置 后厨在加班做小点心 哈勒区确认香槟了 辛苦了 同学理 汇报完毕 凳坐往外搬 舞池不够大 好的 好 位于宁波东南部度假区的温泉村 近日进入市营业 整个温泉村占地三百亩 拥有全亚洲最先进的温泉设施 它的建成也将进一步提升 宁波的旅游城市形象 好 请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看来 我们真的小看灵冲光了 是啊 是的 他的确是一个很难得的酒店管理人才 这吧 还请我们参加酒店举行的华装舞会呢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来宾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温泉度假村今天重视的开业了 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给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所有的员工 没有你们心情的补充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好了 我们的晚会现在重视开始了 祝大家玩的开心快乐 微信 微信 好 这样 我看你拍得真好 是你这个豺狼 你踩到我了 你不用命啊 装什么轿你对吧 你不也致富有祸吗 你还跳不跳 走啊 跳 怎么会不跳呢 我真的太好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家旬 为什么 你为什么总是对我那么多 难道你就真的感受不到我对你的爱吗 你干什么呀 你心里是不是小别 他就那么好吗 我都缺你 你说 我改 我改还不行吗 今天我们当酒喝多了吧 我十喝酒了 但我没喝多 我今天就要一个答案 我先出去加轩 家萱 别跟着我 你为什么不跳啊 知道 我就喜欢跳舞的 可是我想跳啊 行了 我真的不会跳舞 你就别难为我了 你玩得开心 我去找客人 你让我去找客人 我去找客人 你会看客人 你会听不懂 你会听不见 我还听不见 你会听不见 还有存在 您好 我给你帮助 冯夕 孙凯 你还在工作吗 也没有啊 大家在开化妆舞会 好 玩得开心吗 还好吧 我看这舞会挺热闹啊 你没跳舞吗 我没有舞伴啊 这首曲子 我很喜欢 好了 上次我们还没有跳舞 你愿意做我的舞伴吗 好啊 美艾 是 这些人 会是 徐女 等会 人 不是 这些人 是 这些人 好 就 思 这玩意 都 今天是什么打扮 你觉得呢 吸血鬼 没错 是到达地狱去的吸血鬼 你不去跳我跑出来干吗 这条项链挺漂亮的 你不觉得我带着很合适吗 你一定花了不少钱吧 干吗这么过费啊 你想太多了 地摊买的很便宜 你干吗还有这种态度跟我说话呢 我戴着项链是为了让你开心一些 好了 我现在很开心 你快回去吧 还有人等着你呢 你在吃醋 吃醋 我们是朋友 我吃哪门的醋啊 你想多了 可是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 我的眼神怎么了 你假装不在意 假装没所谓 可你心里是在乎的 问题是你用这种眼神你让我觉得很迷惑 我不知道我现在做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那好吧 对不起 我尽量收敛我的眼神 不让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感到有什么压力 行吗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是 所以你以后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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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出来了 我出来透透气 你呢 我也是 有没有兴趣到酒吧喝一杯 好啊 那两款呢 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鸡尾球 这个叫肠脑冰茶 那个叫玛格丽特 他们喝起来虽然口感很好 但是还是浓郁醉 这个 你先尝尝看 很好喝啊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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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想好 你自己想出来的 我原来在傲门的时候 下了班之后 没事喜欢一个人到处走走 那边的夕阳很美 所以我还挑出一杯 像夕阳一样美的鸡尾球 你还有这一手呢 那你打算叫他什么呢 你说呢 嗯 夕阳 那就叫 日落大盗 日落大盗 这个名字好 我是第一个喝这个酒的人吗 嗯 是 同经理没喝过 还没有 还没有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遗憾啊 其实他喝没喝过跟我都没什么关系 我喜欢你 与你无关 你不用有什么压力 来 为了你的日落大盗 啊 为了那边有个好名字 干杯 老板 大家也是住在这里 怎么真是想不通了啊 这在家里边好吃好坏的伺候的 偏偏跑这儿来给人端茶倒水 老板 你别生气了 大小姐可能是一时糊涂 把她给我带回来 老板 如果大小姐不肯了 你也知道大小姐的费气了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你必须把她给人带回来 做法 这儿就有什么地方 我也不愿意你 换一个那里 先让前面 这表前面 我先来 בה 我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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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这是个女孩叫你家学的吗 是的 把她们叫出来 快点 知道什么事了 你哪儿不然废话呀 让你叫去叫 不好意思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把你家学我叫出来 不好意思 现在呢就是上班了 你咋说废话 叫出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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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心啊 你会被你说话吧 你说要着好点吗 太久了 是什么好点 像上次妖妖的这种 是 是 是 客厅那样 这种主题 这种好快点 请问您个人 您好 您好 有什么事您看 先生您好 李嘉仙呢 我给您找她的 您要在干吗 您啊 没你什么事了 小姐 花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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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格涵 伊朗 你也知道 董事长 你也能听不可能违成 幸运说 大套的话我就说心 我已经想得很明白 我什么时候会做的 甲勋 我们也很为难 你还是老实一点 跟我们回去吧 你爸爸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服务员 先生 你好 请问需要加菜吗 来 过来 这是什么 你就给我们吃这个 抱歉 非常抱歉 先生 我马上通知厨房给你换一办 请稍等 什么头发 我们头顶上戴的这帽子 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戴的这个帽子 就是为了防止头发 它掉进菜里 你 你自己看看 我们厨房里面哪个人啊 有这样的头发 你存心找茬是吗 这也是刘经理吩咐的 刘经理 你去把它降啊 我亲着跟她说 我们厨房什么时候出过这样的问题啊 好好好 不计较了 重新坐一块 叔叔 重新坐 好 做饭 做饭 看什么看 快做饭 做饭 做饭 快点 什么时候来菜啊 我等多久了 快点 谢谢您好 东海一瓶鲜 万万请看 东海一瓶鲜 来 这么瘦啊 这是东海的吗 你就拿这个蒙鲜鲜 你是不是第一次干的 什么东西呆上 什么东西呆上 你不知道吗 谁说 看谁啊 换哪 来来来 请瘦的 请瘦的 有完没完 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客人很多 你故意我们找茬是不是 什么也很难做的 有经理压力特别大 行 我们重新坐一块 谢谢东叔 这次啊 我真是关注您了 先生您好 先生 这是我们换您的大成果 你说 菜的味道不合您的口味 我专门给您做了一道 中海一瓶鲜 请您品尝一下 请品尝 请品尝 这是你做的菜 你是怎么弄弄弄去的 如果您还不满意的话 那我可 我可以给您推荐你的菜 我们酒店的西市佳仁 九龙炮我们鱼头 还有鲍鱼猪蹄堡 都是很不错的菜 对 我说你入了八搜干嘛 我是来吃你招牌菜的 这就是你做的菜 为什么 你吃不吃你啊 你都吃不吃 八搜了 大家懂得 这是 确实有很多人 您别跟着废话 你要是不喜欢吃我们这儿的菜 可以去别的地方吃 我们这儿不欢迎你这样的客人 顾客是上帝 再说你一个服务员 我该到家到家去 好 给我走 你不是 你拉我干什么 别动 别动 放手 放手 你还是老实一点 你爸爸在外面等你呢 放手 别拉着我 你还是老实一点 跟我回去吧 放开我 你爸爸的命令 你是违抗不了的 放开我 你 站住 放开 干什么 放开我 干什么呢 欺负谁呢在这儿 什么意思啊 你呀 回你的厨房间 派你的黄管水 混蛋你说什么呢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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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俊 你别跑 家俊 你快跑 家俊 走 走 走 忙忙忙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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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1010 打票 打票 对对对对对 很多人 喂 我是 即使客人是故意的 你也要服务到位啊 自己心情不好 就跟顾客吵架 那你干吗来饭地工作啊 做客人好了 既然像客人泼水 我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服务员 对不起我错了 李嘉宣哪 你才来饭店多久啊 就给饭店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 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啊 越是靠关系进来 就越要对自己的工作态度 是特别特别的谨慎了 对不起 你别以为有总经理做靠山 就可以乱来 我告诉你 在我这里行不通 不管是谁犯了错都得滚蛋 我才不可什么总经理呢 知道吗 汪总 这事跟林总经理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你别把他们扯在一起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只有你们最清楚 李嘉宣 你先回去 我有话跟汪总谈 等会找你了解情况 汪总 你刚才话说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总经理 今天确实发生 我听说了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不对 我难道说错了吗 谁犯错就得受惩罚 李嘉宣是经过人事部考核 正式聘请的员工 不就是因为你的推荐吗 没错 总经理有推荐权 这有什么问题吗 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最后查清楚 你怎么可以对员工乱发脾气啊 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奖励他 如果他有什么过错 你可以通知他的上级领导来警告他 试用期不满六个月的员工 除非有重大过失之外 否则只能警告处理 我真搞不懂啊 你怎么老护着这个女人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请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想怎么样 你给我听好了 我可以有一大堆的理由 让你离开饭店 我之所以这么容忍你 完全是因为过失的路动市场 我也告诉你 你别自我感觉太良好 你不过是个打工的 明天在不在这里还不知道 明天在不在这里还不知道 只要我一天在这儿 我就要履行我的失策 我能领带吧 颜色不适合你 他懂个屁 夏萱啊 你没事吧 是不是挨骂了 没事 是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李夏萱呢 刚才那些是什么人 为什么到我们饭店来闹事 对不起啊 这是我的私事我不能告诉你 公安局打电话来说 那些闹事的人到现在都不肯接受调解 所以厨房和餐饮部的人 全部都要在派出所过夜 就连小帆跟德叔都牵扯进去 你还好意思说是私事 对不起 这些事我会解决的 你要是能解决的话 就不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你能别为我操心了吗 我只要把后面的事情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那你倒是赶紧想办法呀 你倒是赶紧把我们的人弄出来啊 陈经理 你去别再说家萱了 他刚才已经被汪总骂过一遍了 阿伦 请你出去 我要单独跟李嘉轩说话 你住在饭店的事还有谁知道 你就是为了这件事跟我生气吗 是啊 我住在饭店的事 总经理一开始就知道了 我的工作也是他安排的 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为什么 我不能在饭店里工作 不能认识总经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说的是打架的事 我的同事因为你 你的同事也是我的同事 我也不想他们被关起来 更不想连累总经理 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那你能想什么办法 我说过了 这件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林总 他们怎么样了 正要去派出所 李嘉轩在里面吗 我在 正在被同经理骂的 他怎么样 没事吧 你觉得他会有事吗 他把我噎得都快没话说了 我觉得他好得很呢 他刚被汪震修和刘经理骂过 情绪肯定不好 我说林总经理 我说林总经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细心体贴了 真搞不懂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同心 没想到连你也这么不理解我 你让我怎么理解你啊 你做很多决定的时候跟我说了吗 同心 我现在已经很累了 饭店现在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银行又不放贷给我们 万一温泉村的工程出了什么问题 一切就都完了 还有那个汪震修现在到处在找我的麻烦 如果连你也这么对我的话 还有谁能来帮我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饭店好 你就别再去埋怨了 帮忙了 好吗 我知道了 好 那就去派出所解决问题吧 温先生真的很不好意思 商务中心已经下班了 同心 温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忙了吗 我想用一下商务中心 我有点及时 不好意思啊 现在商务中心已经关门了 你实际上要用的话 我 得总经理同意 同心 联系保安部 帮他开门 门先生 将同经理亲自陪你去 我得跟你去的 不用了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失陪了 好 我们走吧 这边请 谢谢 先生请 你要用电脑吗 不用了 我房间传针机坏了 所以想 要不你这样帮我 符印五份 然后帮我传针出去 没问题 这电话可以用吗 当然 你每天工作这么晚 不辛苦吗 也不是 今天 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 所以就比较忙了 小心 小心 来 先坐下 像你们这一行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穿着高跟鞋站着 很累的 所以呢 你必须得学会保养 在休息的时候 把高跟鞋脱掉 然后呢 好好地按摩你的小肚 这样子 会有助于血液循环 你一定要知道 怎么样让自己放松 以后啊 结了婚就绝对不能够这样干了 结婚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你好 你好 艾瑞克 是 阿兰 什么 你这星期要来宁波 为什么我不知道 已经告诉杰克 好的 好吧 过两天见 来 我房间分记号是多少 八 八 杰克 你有没有搞错啊 艾瑞克要来宁波 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 什么 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 我叫你等一个星期 你为什么不听 你现在到底是为他打工 还是为我打工啊 我现在什么都不管 明天早上 不管是一百页 还是一千页的报告书 放在我桌子上 真是混蛋 你平常工作的时候 都这么凶吗 因我是个猎人嘛 我现在得赶快上去 能麻烦你把这些 送到我房间吗 好的 对了 明天早上八点钟 你帮我安排个会议室 还有五份简单的早餐 明天我看看 我一定会办好的 否则你也会这样骂我的 好 麻烦你了 好 谢谢啊 来 没 没走 大家都没事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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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东西 谢谢 谢谢 一两顿多吃没关系 这事好像不太容易解决啊 没事 您别担心 双方都有准备 尽量调解吧 调解 没那么简单 我看他们是故意找茬 存心脑事 不太容易调解 林总 我跟你讲啊 这是我亲主的狠 他们都把烟头拧在菜里了 他们绝对是百分百的故意 别担心 我去跟他们谈谈 好 刘叔 吃点吧 好 宋理官 怎么说 你看 这次的事情只是个小误会 能不能双方协商解决 现在是有人被打伤了 住进那医院 而且你们这是群殴 你知道群殴的性质 那可是非常严重的 只是双方发生了争执 相互推来推去而已 对方现在已经把诊断书带过来了 不管怎么讲 你们是饭店的员工 他们是来饭店消费的客人 你们怎么可以跟客人打架呢 是是是 这一点 我们非常抱歉 你看至于药费方面 我不全额赔偿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 对方不肯调解 如果真的要走法律程序的话 那可就要照账办事了 那他们现在想怎么样 郑先生现在就在这里 我已经跟他沟通过 你再去找他好好谈谈 看怎么把这个事情给好好解决了 好 谢谢 好 你好 郑先生 我代表饭店员工向您道歉 我代表饭店员工向您道歉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不对 希望您能谅解 我这个人说话很直 有什么事咱们俩是直说的 好 你们要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 你们不跟我们调解 不是为了钱吗 别张口闭口地提钱 你把李佳萱开除了 这个 我们饭店有规定 不可以随便开除员工 况且她只是犯了一点小错误而已 我实话跟你说了 李佳萱是我们李董的独生女 你觉得在你们饭店打杂合适吗 你刚才说 李佳萱是李荣豪的女儿 没错 没错 我明白了 你们是故意到我们饭店来捣乱 然后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依此来达到 让我们开出李佳萱的目的 聪明 聪明 那好 我告诉你 我做不到 李佳萱是饭店的员工 要不要继续留在饭店工作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你不是总经理吗 开掉一个服务员就那么困难吗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权利这么做 我没有权利这么做 你是不是让你们这些人 非要拘留二十四小时 或者 我找几个带头的起诉一下 我没有权利这么做 我没有权利这么做 我只是要做什么 有什么事 我不是想要做什么 我不是想要做什么 我不是说了 我不是想要做什么 对不起 给大家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在饭店工作 什么样的客人都会遇到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 没有人会怪你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你为什么要瞒着大家 你是说我爸的事吗 你是怕饭店不录用你 是 如果董事长知道了 确实有点麻烦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难道我非要离开饭店吗 洁萱 你不用太纠结这个事 我会再想办法 天大的事情总是能解决的 是不是我离开饭店 德叔就没事了 不是我费人 不是我费人 我费人 好